好 回到第五節的啤梨晚報 沒有什麼說話的時候 我在這一節當然最主要是賣廣告 上個星期 我飛之前 我都說過1984年是香港樂壇很重要的一年 其實每一年都會有一些 發展的 為什麼 我認為1984年是很重要的一年 1984年有三張碟出了 改變了整個樂壇的 trend 包括有些唱民歌的歐瑞強 都會嘗試唱一些曲風的歌 鄭林沒有經歷過 雖然出生了但是是BB 1984年是什麼事呢 1984年年初 那時候是一個一線美 都不是能夠說什麼偶像 雖然有很多人都喜歡他 譚詠麟的人在年頭出了一隻無知戀的碟 你一定知道 那個碟其實就是 是經典的大碟來的 無知戀 傲骨 愛的替身 亮了紅燈 幻影等等的歌 當時我是從小到大都聽譚詠麟的 因為當時歌手也聽的 但是突然覺得很適合聽 譚詠麟的人在這隻碟之前是遲來的春天 再之前是愛人女神忘不了理 其實是一步一步踏入的 然後在年中 他竟然出了一隻碟 叫做愛的根源 我記得在《愛的根源》推出之前 我們當時已經是隱隱然覺得譚詠麟是上了來的 大家都是歌同學年青人都覺得譚詠麟是上了來的 但是當時的巨星在我們心目中哪個是巨星呢 仍然都是以前那班的 羅敏 關正傑 林子祥 許冠傑 那些叫巨星 譚詠麟不是巨星來的 但是隱隱然覺得他是 那麼究竟譚詠麟的下一隻碟會是怎樣呢 而在他未開放那一隻 《愛的根源》的時候 就突然有一首歌 因為我講我不是講別人 譚詠麟是比較年輕人的 又很少唱 古裝歌 大約是在他一隻碟出之前的兩三個月 電視劇《天師執偉》 就出了一首誰可改變的歌 當我或者別人一聽就知道 因為我沒有想到譚詠麟會唱這些歌 從香港有鼓奔的聲音是誰來的 就知道 一首歌很聽就是誰可改變 誰知道原來不是 《愛在心手愛的根源》 《都市戀曲見了你》 其實真的是如早家珍 這兩隻都典定了 譚詠麟一線 那一年根據事後說 其實譚詠麟十大金通應該有七隻入圍 是七隻 後來拿三隻 如果不是實在就不能玩了 你七隻就 同一年 亦是一個相類似的情形 就是哥哥 大家明白我為何哥哥不播放 就是哥哥 在過了 TVB 在亞洲的時候就是那種 瘋瘋不得志 後來慢慢洗底 出了一片癡 風繼續吹 過了TVB 就在1980年的夏天 就出了一片Lesslie 上次之前的播放 一片小明燈也是這個碟 就是Monica這個碟 始終會走運 Monica 藍色憂鬱 H.O 隨時 說得出的 那時候也開始了所謂的 談章爭霸 其實就 不關什麼談章事 等於現在 其實不斷出現 Anson Lo 和江濤 兩班粉絲 更加可笑的就是 那班電視 還在這裏 轉了會 真的很神奇 那時候就真的很熱鬧 同一時間 1984年 1985年 林志祥10分12吋 妹姐呢 1985年開始 有什麼少女組出來了 陳奎嫻 那時候是多熱鬧 還有一些現在還慢慢飛歐了 不知道大家是否記得 那叫Pet Chan 陳美玲 連歐瑞強明明昌 陳奎白映 聽的人 明白我對妳已經死心盼地 沒聽過 但妳偏偏袋我 不難忽然 也是唱성年情懷歌 就是我們那一代 六十年代出生 七十年代出生 那一般 剛omega 10幾歲 發孝 說壞點 十二戒裁的女人 馬一佬就叫做血理方剛 那個階段 那時候就真的非常精彩 再由那裡開始 那個本來也挺大的show 因為有這些偶像出現 那些大show 其實十大金曲 七幾年也有了 七九年也有了 但是那時候是沒有那麼矚目的 但是當你有偶像出來 所以一定有偶像 這些頒獎典禮就無端端成大了幾十倍 我兒子到了現在 他回到香港 都會按一個賣TVB Super 去看回當時那個盛世 一直一直在直到90年代 中間譬如葉倩民 盛世天王 王菲 林憶蓮 其實就去到 楊千華 陳奕迅 剛才是尾班車 楊千華 陳奕迅 這次是尾班車 是斷層的 那個真的是盛世 現在我覺得 大家如果有機會聽回《無知戀愛》 《藍色憂鬱》 《Leslie》 或者之後 《哥哥》 1985年是你鍾情的一碟 其實都是這麼厲害的 你到現在都聽回 1984年 如果大家 經歷過 都知道我講什麼 真的好聽 剛才那十句是《藍色憂鬱》 還有《龍本當情》那些碟 那時候應該做女主角的 《阿肥我雙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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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真的好想多個 然後女方就出來了 1984年1985年 女方說 什麼 我看著你 你看著我 然後1985年 學友 然後他們兩個又開演唱會 女方和學友 不想知道為什麼 雙子依倡 兩個都不同的公司 很精彩 一說起那些 就真的沒得頂 好了 昨晚 亞特蘭大3-0 終結 你說股信的北敗紀錄 OK 不要說你說股信的紀錄那麼厲害 原來亞特蘭大那麼紛兵州 117年 創會以來 是首次獲得歐洲賽的顧軍 雖然不是歐聯 其實這個含金量 我覺得是很高的 為什麼要說含金量呢 他是淘汰 他是屁股團 淘汰利物浦 馬賽 淘汰馬賽 再贏你這對北敗的利華股信 賽前大部分人 想看神話延續 希望利華股信 不敗再奪杯 是不是可以不敗三官呢 但是我賽前看 其實我就真的覺得 一去歐洲你有沒有賽 五五球 因為其實利華股信 你真的不能夠你不服 其實他那場 近來 他真的是叫做打道氣 好像我在歐游 我聽著 他對 忘記哪場球 得甲的 他又是 2比1 我聽著 他又追回 喂 是補助 98分鐘內的第7分鐘才追回那一隻 他有沒有這個氣勢 但是不是對波盡一點呢 但是 想不到我看回那些精華 昨天我沒得打 那這個 那這個 這個 樂文 就是這個 樂文 就是看人 就是看人 叫他沒有 連中三年 那你真是 沒辦法了 足球就真是這麼快樂的 一件事 OK 好了 今天 十三妹 就跟我說 叫我賣廣播的時候 不要經常說他們賣開那些東西 因為有很多網友 覺得幾樣東西 上來為什麼超市 其實我沒有拍照 我覺得你們會知道我有 你們不知道就沒辦法了 我回來今天開始立刻搞盤貨 歐洲找不到新貨 沒有 要有歐洲少少的貨 我們有餵食貓 我們有餵豬 老實說 要在歐洲找到美食 就是我的食品 是很難的 真是很難 OK 好了我們看看 廣告要提醒大家 第一件事就是買種 我真的肯請大家 真的不是幫忙 你要訂定些種 米芝蓮三星 師傅親自處香港製造 鹹種我不多說了 鮑魚果精種 178元 瑤柱火腿 78元 說回我的田種 其實我沒有什麼消貨的壓力 我真是純粹開心分享 大家如果 不喜歡吃鹹水種 不喜歡吃鹹水種 你不妨試一下 我經常都這樣說 可能會改變你做鹹水種的印象 我們有 豆沙 有蓮蓉 還有有這個 它是柚子 但其實那個柚子味不太濃 我不知怎樣形容給你聽 可以試一下 也不會太甜的 放心 你鹹不夠甜 你可以下砂糖 都是58元一隻 好了 接著再去 靈芝包子 其實 我不知道 今天我不是 跟吃開我靈芝包子的朋友去賣這個廣告的 這個見知靈的靈芝包子 就是跟 一些沒有吃開的靈芝包子 或者吃開其他牌子的靈芝包子的朋友 去推廣我們這隻 自己的產品 我們全港的靈芝包子破壁率 最高的 我做了 實驗化炎 我是99.1% 的破壁率 灌絕全港的各大牌子 如果其他牌子 說到多少也好 他的破壁率有50%以上 我也覺得他 很誠懇 他無論怎樣 破壁率 也好 是不是可以像我這樣 把我們的報告 貼出來給大家看 而靈芝包子 怎樣看好 其實就是看破壁率 而破壁率就是關乎那部機 我給你做產的時候 不甘厚人的 別的東西就不要搞 我們破壁率是最高的 靈芝包子 他最主要的作用是 化乾毒 降光火 但是 根據我們在過去 那麼多年 三四年買這個產品 我們發覺因為 因為你的肝功能強了 免疫系統好了 於是他會 間接引致你很多病患 都會痊癒 很多時候 其實我們有些 有腫瘤的朋友 Scan 生肌的朋友 吃靈芝包子 我不希望我們有些網友會有這樣的情況 如果你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你固然可以試我們的靈芝包子 即使你沒有 其實 他都好 你吃過起碼有一個東西 我所知的就是 好睡 很好睡 大家可以試一下 價錢便宜 300多元有100包 一天吃一包的話 一個月 一包你一盒可以吃三個月 而我們99.1每包一盒 我經常說如果你要買到 我這樣的破壁率 我都沒辦法計算 外面沒有這樣的破壁率 外面有些二三百元 但是 他連一盒都沒有 一盒的一盒是0.5盒 一盒丸 100粒也會賣二三百元 你要買到我100包 你自己計算 其實是 幾千元 我是賣你338 好 再去 鵝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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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 買六瓶仍然是 539 我們現在 買到1500元有9折 好像4000元有85折 那85折就即將會完結了 我想我 我回來了 我會賣廣告 我想我過了五月也會完結了 大家提醒大家 記住我們的眼藥水 將會加價到780元 760元 等到明天 Ricka confirm 好 下一張 好了 很久沒有介紹 我沒有介紹 不知道有沒有 我怎麼會沒有 我長期都有 這一隻就是日本EA Mask的產品 這裏有很多種很花多眼圓的 其實最主要來說有兩隻產品 一隻叫做二氧化綠 一隻叫做果酸 果酸就是看到 在左邊的兩支噴噴 68元和48元 是可以噴入口的 我們之前是叫做聖水 聖水的意思是什麼呢 是噴什麼能都可以 牙痛 生血倉 兜口噴進去就可以 因為是果酸 是果酸 上飛機 去酒店 廁所板 全部都可以 果酸是天然產品 是天然產品 另外就是二氧化綠 二氧化綠更加 現在說為應用 其實我們之前也說過了 在COVID期間 我們對付這些 冠狀病毒就是用這些 二氧化綠 通常會用 液體 我們是有液體 有固體 固體也分開了空間補 汽車補 其實空間補和汽車補是一樣 空間補可以去到大約 150平方呎 其實是在100平方呎的地方 都有效 發揮作用 現在的車 車就沒有了 三兩十呎 車廂裡面 就比較小 再大約 月費 空氣 消毒機 現在很多網友都在用 做食肆 400元一個月 也有我們的ECOM watch 洗衣袋 我自己用的 今次我去歐遊也打了兩個洗衣袋 因為我們專門租 有洗衣機的酒店 自己洗衣服 我們全部是有的 我戴的這個就不要說了 在一米範圍之內 這是二氧化的固體 這個就是技術 是有效 堆壞 所以那時候 我們有些親家 去 銷售消委會的報告 但是消委會後來也跟我們 宣伴 其實我找一個日本人來講 說了道歉信 因為我們也說明是在室內有效 在室內 因為風那麼吹 不敢肯定 室內 一米範圍之內 空氣裏 99.9% 那個致敏原 或者那些病毒 都會被這個二氧化露 殺低 所以在日本 為什麼這麼流行呢 每個人都帶了大人小孩 是因為日本人 花粉 敏感 還有氣管 差的人 就帶了這個 這個是非常有效的 這個 我是唯一的炎的樣子 比較幼稚一點 最好是我的 入境荷蘭 除了一些東西 照顧我 在X光 突然就帶了我的公仔出來 那個影子 在這裏 這是什麼東西 他問我這是什麼東西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跟他說 然後我們很有興趣 然後我們很有興趣 究竟這是什麼東西 我說 我們那個Antivirus 的盾牌 我們這些產品是繼續有的 不是沒有的 下一張 好了 這個是濕疹感 我們看到1% 5% 16% 25% 40% 濕疹感 我告訴大家 也是我起家的 頭一批產品 他絕對 是治標 他絕不 治本 我可以告訴你 雖然我是有網友 他不是很嚴重 他於是乎用完之後 濕疹好了 但是我不覺得他治到標 因為那個標一定是你裏面的免疫系統的問題 但是 不是治到本 但是治到標沒有那麼狠 差很遠 而且對香港非常有效 越嚴重的 病患 就要用百分之最高 所以很多時候有些網友 其實可能需要26% 肉桂油的濕疹感 我們都說 你有濕疹感 不要說那麼多 用40% 你沒有濕疹感 想潤一點 用1% 詳細情形 你上來問13枚 問15枚 他們會教你用哪一隻 其實很多朋友用25% 都可以 不要看你好像很貴 很大狗 切開兩半 切開兩半 一切都可以用幾個月 好 下一張 頭髮機 13800元 阿正那一張我先不要看 阿正也要拍的 多了很多 我們前天 收到一個網友 去傳出一些照片給我們 是網友用了這部機器之後 終於了 那麼久以來 那 before and after 我覺得 都很明顯 不用說話 同一個網友 看前面 一個人就是那個 前面沒有那麼顯著 沒有後面那麼顯著 後面比較濃密 但其實也多很多 也多很多 只要有恨心 鐵柱也磨成針 還要放頭髮 記住一天用5-10分鐘 一個頭 我忘記了 1800元 用兩個月 半年 用半年一個頭 300元一個月 唯一的投資 就是 13800元 趁著現在 還有85折 一超過你4000元 一個五月 這個discount就完 因為其實 我很低調地說 企業都不知道 我做85折 因為 其實說到你 Nestimum就是9折 我們 就是那個 Agreement 大家的verbal 大家爭取機會 OK 上次其實我也不想 這樣做 不過說了就算了 我去旅行 趕著 休息一會 謝謝